www.1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在遠古的傳說當中 龍是象徵著力量和智慧的生物 現在龍已經蘇醒 龍之力量得到解放 而且要傲視天下 每逢星期三在一clickradio 我肥龍 還有我阿塞 將會發放龍的力量 和大家龍行天下 我們會用盡千方百計 古怪搞笑的方法 和大家搜羅世界每個角落的得意趣聞 奇人怪事新鮮之信 記得逢星期三 一clickradio 雙劍合璧龍行天下 www.1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 肥龍 出門 跟你講新戲 數舊片 看戲之前 就一定要聽到 天地有正氣 我們今天除了有兩位主持 包括肥龍 還有粗文之外 還有 我先去英雄阿造 對啦 還有 屎葛繼續是優假當中 我上星期的節目 在Facebookupdate的時候 都不知道為什麼 我想撕走屎葛的名字 但我按走了阿Sam的名字 你太乖了 我發覺 咦 怎麼沒有阿Sam的名字 你太掛念屎葛了 不過今個星期 我們依然有五個人在 還有一個未介紹的 其實這位朋友 是阿Sam和卓文會熟識點 不如讓你們去介紹他出來 自己介紹吧 Stanley 你哪裡來的 大家好 我是Stanley 其實我也是香港來的 前面之前 我在香港 我在電視台工作 一直 都應該有三十年 都是做編導那方面的工作 其實我是由錄音開始做戲 開始入行的時候 是想做自拍的 但不打不撞 就去做錄音 由錄音開始 發覺這個行業很特別 給予一些理想自己 或者一個空間自己 先打斷錄音 錄音還是收音 收音 即是現場錄音 即是你見到街拍的人 有人拿著咪 那個人 不過是三十年前 剛剛入行的時候 現在也應該有 現在也有 現在也有 現在也要 現在也要錄音 那時候 因為還在錄音 我入行的時候 在錄音 我想錄音 現在都失蹤了 沒有了 那時候電視台已經是用錄音 用錄音拍的嗎 是啊 不是 不是 我入行的時候 還是錄音盆裡面 是用二寸帶的 一寸帶是剛剛開始做實驗 現在做的廣播級 叫做Beta帶 但是那時候 我們在拍攝16mm 那成本不低的 好貴的 即是電視都不低的 那時候 我記得圍到一元 過一人錢一尺 當時來說很貴的 當時來說很貴的 那NG也挺麻煩的 是不是都會排戲呢 如果是這樣 全部都有 都要排好才開機 沒錯 其實跟現在差很遠 因為現在轉了Digital NG了 NG了他們就 Digital 剪輯了 剪輯了 其實都不是 現在都是排戲的 其實模式是沒有改過 只不過那個媒介是改了 操作上面有些是改了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Video會有一個特點 特點就是 你要遷就燈光 遷就位置 因為你的位置不准 你跟最後的位置 可能差了一撕的話 那麥克風就可能不到 燈就可能不是在打你 這個是較為一個 綜合一點的結合來的 所以 這件事是很講求的 準確度 OK 我要跳快一點 因為Sandy入行30年 我們其實整個月都要講 一年以後 一年以後 其實你現在主要是做編導監製的方面 沒錯 因為現在 其實我還在移民之後 我還在加拿大和國內 大部分兩邊走 在朋友的公司裏面 或者自己外面接一些製作去做 現在嘗試自己有一些題材上的東西 自己希望從題材開始到劇本 全自己去處理 所以在做的就是監製導演 或者在國內叫做總導演的角色 其實國內的電視製作模式 和香港的電視製作模式 有幾大分別呢 其實流程是一樣的 但是如果我們可以有一個分界線 就是2005年之前 在香港進去國內的製作 規模性比較大 但是2005年之後 整體國內的製作水平 應該是我們在說錢 是比香港進去或外來製作大 是倍計的 是很可怕的 你香港其實一向都 是不是香港的電視製作 也越來越不扔錢呢 這個和... 和生意有關 我覺得不是生意 他們只是一個說 我希望用最少的錢 賺到最大的錢 但是呢 在國內裡有一些不是 因為有很多是國人機構 國人機構就說 我不管怎樣好 我要做到最好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2000年之前 他拍一部電視劇 可能拍一年 二十集而已 我們拍二十集 可能是兩個月不用 那你拍完 比例差多遠 是不是廠景 通常成本比較低 因為我們看香港的電視劇 大部分都是廠景 除了香港電台之外 但是 《武仙拉》 或者以前《亞視》 或者《麗迪》 我看他們的電視劇 都是很多是廠景 是不是成本低 應該是 應該是這樣算 但是其實跟時間上面掛勾的 這個時間 整個整個預算之外 跟演員 其實最貴可能是演員 以現在來算 以前不是 以前最貴就是 整班工作員 加上《In Direct Budget》 我們有一個《Direct Budget》 和《In Direct Budget》 分別在哪裏呢 就是 現金拿出去的 跟所有公司裏面 所有人都去支薪工 你生產幾個小時 那個《In Direct Budget》 計算進去 可能是二百多個巴仙 但其實我看現在電視的潮流 譬如美劇 日劇 韓劇 甚至大陸劇 台灣劇 他們都是外景 實景拍攝 唯獨是香港的電視劇 都還停留在廠景 那個模式 其實真的 不是很 comparative 其實是嗎 其實是的 因為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為什麼我們要離開無線的 這麼多人要離開無線的 原因在哪裏呢 其實我們在說那件事 是認真的 嗯 講了一件事 叫做悲哀的 悲哀在哪裏呢 很多人說拍電視很垃圾 拍電影 有些很垃圾 但我們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變成垃圾呢 嗯 我曾經跟我副導演討論過這個問題 什麼為之垃圾電影 或者什麼叫垃圾電視 但我們抽回裡面所有的元素出來看 很簡單 服裝 是一個設計服裝 其實是可以單獨成為一個藝術 攝影是單獨成為一個藝術 嗯 甚至是搭景 其實是一個建築的藝術來的 嗯 布景裏面所有畫工的東西都是藝術來的 嗯 但是這麼多種藝術變成垃圾 什麼原因呢 嗯 原因就是不認真 嗯 就是垃圾的意思 那不認真就變垃圾沒辦法 OK 那就是 還有 就是 除了 那個景 之外 我想 可能那個 編劇上面 就是寫劇本的那個人 可能 他們為求快 或者怎樣 很多時候都會有一些 斧頭蛇尾的電視劇出現了 尤其是近這十年 很多人都罵某某電視台的電視劇 就經常 頭蛇很厲害 但是 開名 三色台 無線的人 基本上 除了三色台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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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套都是 要不你猜到劇情 要不就 臨尾那個 埋尾的 好像趕下班 最近的那些 以前那些 其實 其實 講真 就是說 已經是走下班 走得很長時間 只不過有一個 我們解決不了的問題 就是 慣性收視 那些慣性收視 其實很多不是在收視 是在開了 只有一個聲音 對 只是在聽 但是這個是解決不了的問題 因為大家回家開了 但是他是不是真的在看呢 其實很多時候不是在看 其實沒有辦法的 都要政府配合 就是 有些有黑的電視台 他又不給牌子 有些沒有黑的電視台 他就繼續在那裡 吊著命 吊著鹽水 現在年輕一代 都很少看電視 都是受網看 那生態環境也轉了 其實你做一個電視台 你是跟全世界的電視台 競爭著 我今天看韓劇 還是看港劇 或者日劇 其實你是有很多選擇 以前就只有電視的渠道能夠接觸到 但是現在 另外你講到這件事 我覺得香港的劇集 有一個悲哀的情況 就是抄 他們看完一些日韓劇 就在那裡抄 然後我覺得他們每天都有新一集 你現在日劇 韓劇 美劇 全部一星期一集 韓劇也是一星期一集 是的 OK 即是香港 你真是很難追 如果真的想看電視來看 除非你拍了一定的存貨 或者是很大的投資 你可以分很多團隊 所以不是很麻煩 拍定一集 放上電視 我覺得是 所以其實跟Stanley 聊電視 我真的可以聊幾天幾夜 是的 有時間 但我先問問Stan這個問題 你從事 你開電視製作的 你平時都會不會看電視 或者看其他電視 以前我們看電視 看得很瘋狂 即是香港 以前是什麼時候 以前我們還沒移民之前 還沒移民之前 還沒移民之前 香港電影節 基本上一天我們最高紀錄 電影節的時候 可以看五到六部電視 但是到處走 還是到處走 趕場 即是要全部配合 即是變成全時間看電視 這裏都流行的 這裏是溫哥華國際電影節 如果你還可以在溫哥華 可以進來 好啊 去重溫當年趕場 其實是很有趣的 真的很有趣 為什麼呢 有種激情的 因為始終我覺得 史提昆史不寶講的 那個名字是改得好的 夢工場 Gimworks 即是你可以把所有的東西 你想像得到 就可以放到電影上 而是 這件事是引起大家的共鳴 這件事是很重要 還有一件事 怎麼說呢 你有一個很正常 很正面的主題 因為為什麼我會說這件事 就是 很久之前和你交流過一個心得 其實我入行的時候 香港只是會說 培養一些人在電視行業裏面 那個叫傳理系 傳理系的意思是什麼 通過一個娛樂的手法 把道理傳給觀眾 但是現在就是媒體 媒介 但是 什麼都可以傳 現在其實太自由之有是有代價的 其實全世界都負這個代價 真的 OK 但是聽你剛才這麼說 你都會喜歡去電影 其實你都喜歡看不同國家的電影 還是其實你有沒有哪個國家的電影 特別喜歡 或者哪一類型的片種 你特別喜歡 其實怎麼說呢 我們知道入行的時候 最流行的是法國電影 即是法國新浪潮那時候那班 甚至許安華 其實那個年代最有名的導演 都是受到法國電影影響 OK 其實香港的電影 在某個程度上 是很像法國電影 是 是 很像的 所以如果你說回電影 其實香港是不像 荷里活的電影 OK 而且以荷里活和歐洲電影的比較 一個是文化層次高一點 一個是商業味道濃一點 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感覺 OK 片種呢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片種 你特別喜歡 我自己其實以前個人很喜好 就是 其實我喜歡文藝片 你喜歡文藝片 但我很不幸運 我就拍到動作片 哈哈哈哈 即是你以前在荔迪亞無線 拍到動作片 對 好大參別 直到 直到 拍這個 《耳不用情供大時代》的時候 就 就真的很純粹的 是真的文氣了 那些是較為情懷一點的 但是呢 也很幸運我們參與到 例的年代的一些 較為情懷一點的戲 其實例的戲是很情懷的 以前那些 以前那些真是很懷舊很情懷的戲 舉例一兩套 看看我們有沒有看過 我想應該 沒有看過都一定知道 《大地恩情》 大地恩情是我第一個做副導演的電視劇 就是很幸運參與到 因為當年那種艱辛是 我想是沒有人上一帳的 你可以有一個禮拜 還沒回過家 涼都沒得充 回到寫字樓 放在那個位置那裡 那些人走過會幫你撥烏鷹的 那些人會幫你撥烏鷹的 那些人會生氣你 那些是很艱辛的年代 但現在全部都制度化了 反而沒有這種情懷 電視製作 其實我們如果說 當這件事是藝術的話 藝術是不能太規範的 你是一定要有空間 綁手綁腳 就等於 我捉住畢家索的手掌畫畫 那畢家索怎麼畫到畢家索的畫呢 其實就是兩件事 每一個人 我想讓你放鬆多一點 就算是你教小孩子也是這樣 你要先走左腳 那個小孩子就先走 永遠都是先走 但是他沒有了自己的童真 其實藝術的創作是源於生活 這件事我覺得 空間給人的感覺應該是很多 當然 有些我們不能觸犯的 例如一些社會的所謂法律 或者道德標準 這些我覺得 控制得到在這個範圍裏面 我們適可而至有一個空間 給每一個人 我想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創作 剛才Stanley說了 他在電視上都是做動作片 拍動作片多 其實今個星期 剛好我們電影圈 有一位功夫導演劉家良師傅 過世了 享年76歲 其實我也是看劉家良功夫電影大的 王飛鴻 王飛鴻 劉家良做導演的功夫電影 當然他做龍虎舞師的時候 在粵語長片 六十年代已經入行 但是他去到後來跟趙氏 一直跟張設導演做舞子 然後到後來自己執導演童 其實都捧紅了很多人 其實我小時候 我媽媽很喜歡帶我去看功夫片 所以各類型的功夫片我都看過 所以這個星期收到他的消息 都有點惡然 雖然知道他一直都有病 但我跟Facebook同時聊天 其實等他回來 我們都要做個劉家良導演的功夫電影回顧 應該要 很值得說 而且他對香港的功夫電影是很大的 先進來正題 剛才跟Stanley說了很多製作上的東西 我們先回來說說電影 因為我們的慣例 Part1通常都說自己 這個星期內有什麼看過的電影 我們今天的時間少一點 那我先說 我很快 因為這個星期看了一部新片 就是Man of Steel 挺好看的 你不是看了我 我只是看了我 我還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時間 那我就看了Man of Steel 覺得 比起其他的D.C.Heroes 沒有那麼Dark 他這集 但影評就 一般 OK OK 其實這個是超人的前傳 跟以往認識的超人的感覺很不同 我之前有說 其實他整個班底是沒得輸的 我覺得 你想一下超人電影 跟著是戰狼三百的導演 是啊 蝙蝠俠 Christopher Nolan做監製 你想一下 然後做他爸爸和養父 養父養母 甚至乎他女朋友 你看回整個組合其實是沒得輸的 但是會不會是因為這個原因令到人對這套戲 期望 太高 於是後悲會覺得 不是合乎他們的期望 其實你也看過 你有沒有一點點失望 還是你覺得是OK的 嗯 其實我看就沒有想到會說什麼 知道他是打自己的人 那就有點新意 因為之前那些戲全部都是打 Musser 那個Lex Luther 那個人 那個壞人 那打自己的人 我覺得都OK的 那進去看 看我也很享受 但是看完 你是想回一些東西 你就可以 那套戲是可以拆出來的 怎樣呢 譬如呢 很多東西你不合理的 其實你說打極 例如Superman打自己的人 其實應該是很不得的 我不明白 為什麼 應該不夠打 應該不夠打 他整天人去地球 為什麼不整天人都 休息一下地球空氣 就全部都變成超人 一定會打死一個人 但是他就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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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事情發生了 那些人在吵 那些人在吵 他不會這樣做 然後 他就是Superman 不會這樣做 然後 那個導演的 那個Rationale 就是說 是因為 他是前傳 他還沒想到 不可以做這件事 所以他做了這件事 以後才不會再做 但其實 他做的事情 其實什麼人都應該不做 OK 然後 還有什麼呢 就是 太多人死了 太多人死了 現在罵這部電影 就差不多 想911再發生 其實我看完的感覺 就覺得 像災難片多一點 是啊 是經歷災難片 因為殺一個人都很傷心 太多爆破 太多破壞的片 基本上整個城市都很殘 比起 Independence Day更殘 那個城市搞到 OK 是啊 所以 看的時候覺得 像災難片多一點 所以我就說 看了超人 又不是那麼超人的超人 但是整體來說 又有緊張刺激 所以我也OK 我唯一最頂不住 就是Russell Cole 我覺得 真的很難受 他每次出來 我真的頂不住Russell Cole 我最不可以是 那個女主角 扔了那間房間裡 為什麼那間房間 是有一個位 是可以涉到那個東西 整艘船都控制到的 你怎麼抓了人 會扔掉她 進那間房間 其實我很欣賞 她說故事的方法 可以 即是她說她 飛船一來到地球 就馬上跳了去 說她長大了 然後她用回憶的方法 其實她的故事 是不懂的 是OK的 但是 我也欣賞她 她不是超人 假裝傻仔 進去追溜 對 就好像Spiderman 但反而我覺得 譬如 Amy Adams 我覺得她的演出都OK 不過她就不是 Louis Lane 對 我不知道 其實她如果做到這件事 其實她可以 其實女主角可以 不是Louis Lane 她可以最後 入到報館才認識到 Louis Lane 我覺得她 她沒有需要把女主角變得 完全是 Hero 完全不是原主角 但是她的漫畫是拼命 但我覺得她拼命得來 又不是很拼命 對 所以女演員我是OK的 但是她 做這個character 我就略嫌她改得 我不是那麼有 投入到 如果你說 這個不是Louis Lane 我覺得OK OK很多 不過 無論如何 這部電影拍出來的感覺 都OK的 還有這部電影的臨尾 她就真的 開始 入到報社 就開始把我帶回去 超人的感覺 但我覺得她那部做得好 進去 不透了 所以她令到我 很期待第二集的出現 是那部份 結局的那部份 不會有第二部份 對 我覺得整對 最好的地方 就是她跟 她養父養母的感情 裡面是她跟養父那個 真的拍得很好 她沒有浪費了 Kalvin Costner 我忘了做她媽媽的那一刻 她兩個都是一個資深演員 還有一些名氣 就是 那個Chemistry做得很好 那條線都 而且她可以令到 因為說她的前傳 就是說她少年 一直到她 三十歲 開始應該去到不惑的年齡 的時候 那種中間的 那種迷惘 我覺得做得很好 所以如果你是打算去看 如果你有看《戰狼三百》 其實是 那個風格真的很像 跟一個導演 我覺得很像 我看完才 roll credit 才記得是她 是嗎 都沒有慢鏡頭 因為其實我也覺得 那套戲的action 那些scene 真的 你喜歡就會很喜歡 你不喜歡就會很抗拒 我聽過有人跟我說一個評價就是 因為她覺得看她們打的時候 有點龍珠的感覺 龍珠 略嫌太多爆破 但是是這樣的 超人 但是 我又不會太過 覺得她太多 因為超人 她現在這個屬於前傳 她還沒有很懂得控制自己的power 變成她造成的破壞 都不少 對 我就覺得 她這個破壞 因為她還沒懂得控制 所以 她是偷人的東西 她也不明白的 那你不可以用太合常理的東西去看一套Super Hero片 但我一直在互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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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 那這樣不可以用的 其實Super Hero片應該是寫得很ideal的一個human being 如果 Angel 連繫不住就失敗了 因為她是一個人 她有腹機給你捏的 但她是一個人 你應該是很 由小到大聽到Super Hero片看漫畫 沒有啊 什麼啊 她在電影裡面怎麼會看到Super Hero片的漫畫 你把衣服放在哪裡 哈哈哈哈 笑什麼拔空身 笑什麼拔空身 看日本俗片就好跌 一來一樣的 她很敲 笑在一個屁股那裡掉下去 哈哈哈哈哈哈 你見不見了 OK 我們說了很久了 這個Man of Steel 其實 大家都覺得 OK的 會看那些就會看 不要想那麼多 看就看 對 OK 你不看第二集也會出的 我就是看了這套 到你們了 Sam 你看了什麼 我跟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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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了World War C 你看了那個C 我看了又怎樣 你看了嗎 你先說 我說先 我先反應了 我不會 我聽了那些人就很生氣 都不像那本書 算了 好在我沒看那本書 人們不看資料 你上個星期都說了 是同一本書 所以我不會理 只不過是那個年代 那個時空是那本書 其實都抄了一點書 其實書是跳來跳去的 就是那些國家 那套戲也是跳的 但我覺得 我感受它是 真的跳過 整套戲我覺得不太好 但你如果 Each segment 可以整 如果這套是一個 mini series 十集劇集 哇 這樣就好看了 電視劇集就好看了 但是整套戲 我想問 那些Zombie 怕不怕的 不怕 也不可以說不怕的 因為我有聽過 有另外一個朋友的朋友 他說 他說 進去看的時候 不知道這套片說Zombie 進去的時候 他就說怕得瘋 那如果你對我來說 我看什麼都會投入 都會怕的 OK 那OK的 我看就有些 應該怕會變得好笑 但我想看這件事 不是這件事 我想看Black Pit 沒有東西看的 沒有東西看的 你想看什麼 有樣子看的 他是一個 UN Investigator 不會脫衣服的 不是 脫衣服都沒有 那他其他東西都不會脫衣服 不要說他 好像是女人科 可以的 那就要看兒子 你這樣看我 OK 其實我覺得 故戲開頭 開得很好 但是越做越 越來越做越淡 我覺得整件事 他唯一最特色的場面 就是 Zombie 會自己 衝上去 湧上去 其實他個別的場面 就不多 但我覺得 湧上去那些 就比較有新意 你平時 Science Fiction 這個也算是Science Fiction 即是有些 規定要留下了 要留下了 要留下了 我覺得這套是沒有規定的 就是 Zombie 是無緣無故會超快 無緣無故會超快 無故會超快 無故會超快 然後無故會跳起來 我也投入不到 為什麼Black Pit這個角色 這麼重要 我最後看完電影 他在做什麼 我也不舉事 其實他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一定要他去參與 他是一個 UN的 即是他有什麼 那麼聰明 我就投入不到 這件事 即是他做爸爸 我投入到 所以他剛開始說他 保護他的家 一路去到 直上的戰艦之後 就不好看了 即是 原來他們的 結尾是 重新寫過的 是嗎 是重新寫過的 即是Cabin in the Woods 和Prometheus 那兩個寫師 再寫的 那會不會拍續集呢 他打算拍三集 哇 三集啊 你知不知 Matthew Galloway 知不知 有一個 那個演員 他是大名的 跟其他人 但他是超小 因為狂 剪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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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 被人剪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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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 所以很慘 所以不看不會是一個損失 即是整套戲? 等出碟吧 真的不用去看電影 等出碟吧 不需要去戲院看 我們戲院看更差 因為有些人應該害怕 但有些人覺得笑 你一開始笑 你就會不覺得很笑 什麼版本? 他不是跟Superman搶AVX的 不是搶 是他搶AVX的 Metro很玩 Metro Town 沒看3D Metro Town 只有兩個表演是3D 然後五個表演是3D 逼你去看3D 所以我一幕就超多人 我打算不用排隊 然後很多人都沒有 除了World War Z之外 This is the end 大家都看了 我沒有看 你應該要去看 其實真的值得看 沒有時間看 我也想去看 雖然你們上次說的Message 我覺得都是有一些一廂情願 但是 值得看 我覺得 好笑的 他笑得很有意思 我覺得 那個Storyline 都覺得 你想不到他會這樣走 對 因為他拍攝世界末日 他不是外星人集地球 又不是天災人 他真的說是有些人 去到世界末日 去到那個時刻 突然間被提 升了上天 即是好人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留下那些人 然後 他還有被提這個題材 他有 他有 他就是有一個 抽起來 其實他有少少聖經的概念 都放進去 有的 但不是 exactly 所以我一想呈現他的想法 是這樣的 但都是一個有趣的題材 我覺得 他笑得來是有趣的 還有不算噁心 我覺得 糟了這陣子太多戲了 看不及了 深馬道 Milky Way 深馬道 還有Monster University 都還沒看 那一套 The Heat 還有The Heat 今個星期上 待會會講一下 我看了另一套都應該看 所以This is the End 是值得看的 如果你喜歡看笑片的話 你是不是有話想說 是呀 你說那麼多戲想看 我看了另一套 都是值得一看的 什麼 看完This is the End 最好看的 最好看的 看完This is the End 最好看的 The Internship 也是笑的 你也看了 你覺得值得看 對呀值得看 我值得在戲院看 還是等碟呢 值得在戲院看 真的嗎 是不是 我覺得比Ironman好看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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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那些剪 那些剪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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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是 難怪現在美國在 在計算 Growing Up 2 會有多人看過 Pacific Rim Pacific Rim 真的不太好看 我剛剛看 Man of Steel 看到一個 trailer Pacific Rim 不是那麼吸引 真的很一般 而且我感覺上 他真的很抄襲日本的機械影片 那 Internship 可以看嗎 你先去看 他要銷售一下 我還沒買到 很好看 你完全是想去那些 Field Trip 去那裡 但是我看到之前 我想看Now You See Me 不是 Now You See Me 不是每個戲院都有 單趟那間都沒有 過完這個禮拜 可能再少一些 因為沒有 要看很快 要看很快 趁快 OK的 你看了嗎 看了 就上個禮拜說 看了 你不要抱太大期望 即是慘了 看電影是沒有期望 那你會開心一點 我期望自己看完會開心一點 他是一套比較 和魔法有些關係 和最近人的關係 也和懸疑是有些關係 因為你不知道為什麼那些人 要做那些事情 一直到最後你才明白 為什麼他們要搞那麼多事情出來 行啦 出門去看 你不記得我上個禮拜說 臨尾那個 出門去 令我想起一套戲嗎 消失的子彈 不過又不是一模一樣 又不是一模一樣 OKOK 他是 令我 trigger也想到那一套 時間講得很快 是啊 即是我上個禮拜答應了 要講Part2 現在又要再更多一集 其實我想講中國合夥人 不過下個禮拜先講 下個禮拜 那我們還有沒有什麼 新戲 看過想講 我沒有想的 但是他極度推薦外體 超棒的 是7月19日出的 The Conjuring 是James Wong導演 即Saw和Insidious 快講 OK很快講 然後是真人真事 真的講鬼屋 然後是兩個夫妻 是玩 找鬼 發走鬼 真人真事 老婆還沒死 我剛剛看這些資料 OK 然後他就 對 拍得很漂亮 鬼片漂亮 但又很害怕 對 他有些 有些時候會覺得 是很害怕 但你會覺得 嘩 真的很害怕 我只適合出門看 我不會看的 你真的很害怕 但7月19日才上 是 但你走 你走 你走 不要看武仇報 不可以走來搏 你說什麼都可以 但現在看完他拍這套 我是有很大期望看他 因為James Wong導演 是做Fast and Furious 7 他已經在拍 所以我是很期望 他有什麼可以 拉到他跑車 做得好 等Truman你看完這套之後 看看 是不是跟Sam同一口徑 我告訴你 是害怕的 因為很少事我都會害怕 還有一句 因為他講真人真事 多數你聽真人真事 就很討厭 但他真的 這套戲是玩到 你真的覺得鬼是真的 因為他有些地方 他會去家裡 為何會吵 然後他會解釋普通 因為大風吹 令到你 那些 那些 會有聲音 但他有其他真的有鬼 是不是4D 你旁邊那個 但真的 他做得這樣的玩法 真的 有些假有些真 就有幾好 OK 好 那我們拭目以待 但講講今個星期會上的兩套片 快講 一套就是 兩套都是動作片 其實 一套我也想看 Exactly 我就說今個星期 怎麼看得切 怎麼還可以看一套 一套就是 The Heat The Heat 這套是一套搞笑的動作片 就是 Identity Thief 那個女主角 叫做 什麼 Mccarthy Malissa Mccarthy 我多拜託她 這次這個造型 也多搞笑 但其實她的造型也是肥 她肥大了 她瘦了 她的造型也是很不同的 那個造型 就是 我一開始看的時候 我真的 說不到她們兩個是同一個人 就是 三眼之間 她沒有留意的 你那次說的 第一次看你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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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看她 這麼像樣子 原來是同一個人 那個造型都可以多變 還有這次是說 一個肥婆打女 Sandra Bullock 加上一對女景的拍檔 應該是一對糊塗女景 早前香港也有一套叫做即奇瑪莉 哈哈哈哈 Stanley 有沒有印象 哪裏 港產片 有一套叫即奇瑪莉 即是這個咖哩辣椒 香港也很流行 警察拍檔 是比較少女景拍檔 但是 其實這次他推出這套戲 的賣點也是說 何理會比較少說女景拍檔 不過那個trailer 就做得很好笑 很好看 那這套戲是否呢 我不敢說 但那個trailer很吸引 OK 那Sandra Bullock 也不是第一次做警察 那套選美超臥底 都有點口碑 所以才令到更加有興趣進去看 但另外一套 純銅作片 那套就真的 連我太太都很有興趣去看 那套就是 White House Down 如果你沒有看 Olympics Fallen 你一定要看這套 更加可以去看 兩套都很像 每次都是說白宮這個淪陷 是 但這次的導演 班底又有不同的感覺 哪個導演 Roland Emmerich 就是Day After Tomorrow Independence Day 什麼都要炸 講完就更加吸引 所以今個禮拜兩套都很吸引 另外 接下來新馬 一路一路一路多了 我不知道怎麼辦 不做事 只看電影 Full Time Anyway 今天我們又過了中 但我也要數一數 今個禮拜 北美十大飄放 然後回來Part 2 Stanley可以跟我們聊多些 因為我們講一套 中港的電影 就是一代沖絲 不是一代沖絲 本周北美飄放十大 北美十大飄放的走勢 肥龍馬上為你報道 今個禮拜排第十位 找來上話八個星期 上星期他也是排第十的 I Man 3 收到221萬票房 總成績是4.316萬 第九位找來另一套大片 上話六個星期 Star Trek Into Darkness 上星期排第八 今個禮拜下跌一級 收到317萬 總成績是21678萬 第八位找來一套搞笑電影 Angel 都說很好看 上話三個星期 The Internship 上星期排第六 今個禮拜下跌兩級 收到340萬票房 總成績是3834萬 第七位找來同樣上話三個星期 電影 一套罪案電影The Purge 上星期排第五 今個禮拜下跌兩級 收到359萬 總成績是5960萬 第六位找來上話五個星期 The Fast and Furious Six 上星期排在耿頸四 今個禮拜下跌兩級 收到493萬 總成績是22862萬票房 第五位找來上話四個星期 Now You See Me 上星期貴軍 今個禮拜下跌兩級 收到7888萬 總成績接近1億 9446萬 耿頸四 今個禮拜找來上話 兩個星期的This Is The End 一套關於滿日大搞笑的電影 上星期亞軍 今個禮拜下跌兩級 收到1329萬 總成績是5808萬 進入三格位置 總共有兩套新片 究竟走勢如何 貴軍電影 找來上話兩個星期的大片 Man Of Steel 上星期她是冠軍 今個禮拜 被兩套新片打低了 跌落到貴軍的位置 收到4129萬 總成績是2108萬 兩套新片 一套動畫 一套關於喪屍電影 究竟怎樣呢 亞軍電影 就是新上話的World War Z 關於喪屍電影 一上話收到6641萬 而今個禮拜 彩冠軍的 就是一套來自Disney動畫電影 Monster's University 一上話收到8243萬 好 接著回來 Part 2 就會跟Stanley聊天 剛才都講過 我們會討論 一代中仙這套電影 一會見 你現在聽的是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人生不如已是十常八九 你會選擇怎樣去面對呢? 生命有甜 有酸 有苦 有辣 人生不同的味道 你有沒有一一細味呢? 逢星期一 一clickradio 誠意獻上一個 用正面態度 去面對人生不同經歷的節目 世美人生 主持人李向晴 每個星期都會請來一位嘉賓 和大家分享他們的人生 不同階段的經歷和感受 還有正面積極面對困難的過程 世美人生 和你世美人生的正能量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 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我怎麼才知道我可以拿到多少按揭呢? 為什麼申請按揭要找專業房屋按揭顧問呢? 和銀行有什麼分別呢? 申請房屋按揭需要符合什麼條件呢? 我第一次買屋 是不是有很多特別優惠呢? 這麼多樓房買賣的問題 就要聽實1clickradio 每個星期二播出的 《樓房按揭101》 我何傑文 和嘉賓主持Alan宋一良 會替大家解答不同的 樓房按揭問題 千萬不要錯過了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 肥龍出門跟你講新戲數舊片 看戲之前就一定要聽到 天地有正氣 天地有正氣 電影大百科 大百科 我們回來 二部電影大百科 剛剛有說到 一代中師 就是等了幾年的一套電影 拍了幾年? 五年還是六年? 十年啊 十年啊 不,他有idea就有十年而已 拍了五、六年左右 就是他說 我覺得他沒有拍五、六年 應該沒有三年多 聽聞就是三年多 真的開機拍了三年多 中間停不下 黃導演的習慣 任樂器都是幾年 總之你開了頭 可能就等一陣子 然後就馬上去尾尾 有少少內情的 等於牧村拓栽拍了一部 開了三天就等了兩年 繼續拍下去 不過我看這個電影製作特輯的時候 都看到一班演員其實都幾辛苦 拍這部電影 因為梁朝偉本身出身不是打仔 張子儀本身出身不是打女 但他們為了這部電影 故意走去學功夫 不是的 張子儀之前有拍過功夫 有拍過功夫 但她本身不是打女 她沒有學功夫底 但她其實都有優勝之處 因為她沒有到底 但始終功夫 有時候講的那些盈意 尤其是張子儀打過是盈意拳 她要學那些動作其實都幾艱辛 她都好像故意去學了兩三年功夫 張鎮直接學到拿了武術冠軍 對張鎮 還有梁朝偉也是打斷了手 打斷了兩次 大家對動作場面會滿意嗎 我滿意的 大家都專注於王家衛拍的功夫電影 但其實最大的功夫是閻和平 我自己覺得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 但是怎麼說 其實韋仔 以前都拍很多動作戲 其實韋仔是一個非常聰明的演員 他學動作學得非常快 那時候在電視台上合作過 他學的招數是又快又好 一個他一個華仔 柳德華 兩個真是天生的演員 又快 又快又好 有些看身打得不夠好 是嗎 那關於是年青 年青也不同 老實說 我看這部電影之前 我印象中 梁朝偉和張志儀他們 本身是沒有武功底的 當我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我還沒看製作特輯 我是蠻驚訝他們的功夫動作 那樣東西 是做得很到位的 但是回頭 回頭說 例如以前 在無線讀訓練班 其實都會有一些功夫班 就是要學一下 基本的武術訓練 其實訓練班裡面 是有專門訓練武術的 就是打關斗 怎樣落地 那些一般藝員都要上 一定要學的 OK 所以以前在電視台出身的 其實都打了個底 就是在電視台出身的 只要在電視台 受過正統訓練的學員 都唱歌跳舞 詩儀 一定有的課程 電視劇度招 是不是通常 招數會比較多些 就是一組動作這樣記 跟電影是否會有些分別 怎麼說呢 以前反而招數是比較多些 即是說一次過可能打五六招 但後來因為大家都很熟剪接 這個動作不行 補一個 但變成所有鏡頭就很碎 但是以前不是很連貫 我記得 以前可能是打三四招 或者五六招 拔條威也 整個人飛起 然後落地再打兩招 這樣才會剪 但現在就不是 不行 就接鏡頭 電影也是 定格 其實是的 電影更加是 因為他一部機 是不是 現在電影都不是一部機 現在都不是一部機 現在都不是一部機 現在都是兩三部機 最少同事一起去拍 因為 省了演員的力氣 其實多了不是很多錢的東西 但是省了很多 因為 譬如說 一個中景 一個特寫 可能首部一個特寫 那就已經三部機 三部機拍了 一個是在拍一個人的蹤景 一個是在拍一個人的特寫 一個是在拍一個特寫 手部的動作可能是一部 那就已經是三部機 即是他不用分三次做 他一次做完 但是三部機拍不同的角度 其實是省了很多 我覺得要好一點 什麼好一點 會是同一個感覺 其實是同一個鏡頭 可以連貫一點 可以連貫一點 他不用分三次來做 但也有限 因為攝影的角度不同了 燈光的位置會有些分別 所以 導演和攝影要很合適 要認識這件事 現在的導演很多 有很多放了手給別人去做 自己不太參與 譬如說攝影 攝影師搞定 但其實不應該 應該導演自己知道 我什麼為自己應該怎樣 以前拍電影不是這樣 導演用什麼鏡頭 什麼鏡頭 45啦 85啦 是你的 所以現在有些武術指導 直接是升級到 變成動作導演 其實動作導演 是在國內裡 習慣的說法 是國內的習慣 香港以前一直叫做 動作指導 或者武術指導 所以兩個完全不同 因為 其實也有一個需要的改變 因為動作的指導 某個程度上 對畫面的要求要很懂 以前就說 你度焦吧 角度有多大 他又不知道 強化在哪裏 你跟導演很溝通 慢慢動作指導 就是知道畫面 這是有得看的 以前是沒得看的 飛龍的時候 哪有得看的 視影師看的 變成了 你看得到的時候 可能鏡頭要遷就 某些位置要遷就 角度 變成動作指導 可以提升到 作為動作導演的位置 那你看完一代宗師 你覺得 王家衛作為導演 他在這次 一代宗師的電影 動作場面 他的 contribution 是怎樣 你會估計 你會估計 其實我覺得 原和平師生的功架 這是一個很實在的 很實質的動作器 不是太多花巧 不是會飛來飛去 是真的拳腳 是真的用回以往 三四十年代 中國廣東那種拳腳片 應該是屬於 是很到的 真的做得很好 而且在畫面上 做得很美化 可以這麼說 這部戲是把動作器的 美術的部分 加分加得很多 即是最初的一幕 先聲奪人的一段 即是大雨在雨中的對打 都是原和平師生的設計 你會覺得 因為影像上也很特別 其實 怎樣說 導演是一個 綜合了每一個人的特點 導演應該很明白 原先生的動作設計是怎樣的 他是以一個很真實的力度 以及動作乾脆 去做一個動作的設計 就不是說用威亞 將人物很飄去飄逸的動作 是很實在的 所以他用了很多攝影上面 譬如說很強的背景的光 藍光 用了一些 用水花的慢動作 慢鏡頭 水點很清楚的 用一些三圍的 直接向鏡頭飛過來 其實他全部都美化了動作 在動作上面 加強了美感 你覺得這些都是導演的功勞 我相信他們之間 會有一個很緊密的溝通 我不可以說 只有導演的想法 或者指導的想法 但我相信這件事 是一個較為集體一點的 可能導演會有一個主創的位置 他很強化某些東西 所以在某些萬格裏面 他做得很精細的 特別是水點 有時候是種拳 那並不是種拳 有些水花落地 其實那個強烈的程度 是可能被真的打到面部 打到拳的感覺很強 那個意識大了 所以都會看到導演的風格在裡面 就是在序幕上的 岳和平先生的 其實如果 說王家衛的戲 這個戲是挺不像他風格的戲 哦 OK 因為他是很個人化的 這部戲是 假衛的 但是講故事都仍然是很王家衛 可以這麼說 怎麼說呢 大家看得明白 基本上一定看得明白 節奏不會很慢 因為很多朋友一直都看不知要做什麼 很慢 這是一般的評論 因為是很兩極的 一些是很喜歡很喜歡 一些是很不喜歡很不喜歡 但是這部電影我想 商業味比王家衛的其他電影重很多 純粹因為加了功夫 不是不是 我覺得整個製作剪接的商業味是重很多的 是否你覺得是因為用了一些大陸的電影 完全沒有關係 但是什麼令到你這樣覺得呢 除了功夫之外 我想第一個問題就是他的Story Telling 那個感覺 跟其他的電影的感覺真的很不同 雖然他仍然是王家衛一貫的風格就是會跳來跳去 但是你會明白的 不過唯一有一個敗筆就是 他拍的鏡頭很多 但是他用了的不夠 他只剩下了兩個小時 就變成了 反而有一個感覺就是很濕濕碎碎的 他不斷都是這樣的 其實大問題就是 因為我看那個特輯的時候 我看到很多他沒有放進去那部電影的鏡頭出來 那我就覺得其實 他那些鏡頭如果用回那部電影 其實不需要多的 加多大概十多分鐘下去 他有幾段的武打場面 其實整部電影的感覺會很不同 我相信 OK 可能我習慣了 因為王家衛電影已經自動調整了 所以我又不會覺得 我不會覺得有什麼特別難明 我先問你一個問題 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這套戲裡面 張鎮那個角色 一線天 他落到香港 王家衛是這樣的 但結果跟葉問是完全沒有交手 完全沒有connection的兩個人 為什麼無端端要拆開一條線去說 一線天呢 其實沒有關係 是沒有的 但你說看那些律師是有一場對打的 就是有Cross Over 但我想說 其實你看王家衛電影 其實這些無離頭的東西 經常都會出現的 你由阿菲正轉 無端端出過梁朝衛 後來梳頭 打算出去 到後來他從應森林 墮落天使 講幾段故事 亦都沒有Cross Over 就是我覺得 你看看王家衛 突然間有些莫名其妙的東西 你不會覺得很突圓 我不是覺得突圓 我是覺得他浪費了 我經常都是這樣 有少許認同感 我只是覺得他 其實把現在的版本 因為我看了兩個版本 大陸版和香港版 對 我又覺得 你把張鎮全部剪掉都可以 可以完全剪掉 香港版的話 是完全剪掉張鎮那一部分 你不會覺得有問題 火車那裏有 火車那裏 香港版依然有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只留下張子儀和他那一段感情的話 張鎮那條線 完全剪掉一堆戲 是沒有影響的 完全沒有影響的 但是 我也有點同意你的說法 其實他 可能 他最聰明之處就是 商業計算得很準確的 其實由第一部戲 阿飛正傳開始 用的演員開始 其實每一部戲都是 很簡單 但你這次為何要找宋慧喬做他太太 其實都是因為韓國市場 張鎮因為台灣市場 其實 在商業電影上 很多 你會計算了一個元素 但是 是不是 完全沒有這個因素呢 其實 絕大部分 因為有這個賣副市場 而這個錢怎麼來呢 就是因為有這個演員 其實屬於買賣副 買賣片的範疇裏面 但是 是否真的 導演需要一個 這樣的人物 需要一個角色 一定需要這個演員 有可能 不是的 這個可能是一個 真的一個商業考慮 但是 我們覺得很奇怪 其實在這個篇幅裏面 他真的完全可以剪走了 張鎮那個戲 可能是 兩個小時以內 已經可以講完這個故事 是啊 但是如果要把張鎮那條線放回去 他可能會變成上下集 變成三個小時 就是兩步 可能會更加完整 但是現在特別 看了大陸版那個之後 就發覺 咦 很多人的說法 就說 咦 一代宗司 好像不是業民 現在好像在講張子妖 有些影評論是說 其實是在講三個故事 即是一線天 葉問 以及公義 其實是講三個人 不過中間有些Course Over 有些人會這樣去理解 但是 你不是說 大陸版 即是香港版 其實最完整的那條線 都是張子妖那條線 可以這樣說 其實我們講到他死為止 因為張子妖是 跌穿張鎮和梁朝偉 所以其實 感覺上 張子妖反而好像是 有些反效為主 張子妖真的在戲裡面 發揮的機會 比梁朝偉大 我覺得 無論是一個角色 或者是劇情 她的演出都很到位 而且整條的戲 好像都很focus on 公家 即是葉問都好像是一條 支線 公家 扔到葉問 所以其實主線的戲鬼 是在講整個公家的 其實可能問的一樣 其實這部戲的主題 在講什麼呢 其實一代中師不一定是講葉問的 他聰明的地方就是 一代中師 即是講一班武術家 在大時代裡面 各自的祭遇 你這樣去調整自己的題目 那就會合理 我覺得是用葉問來帶動 是他的first person 來感覺 帶動他會見到其他人 會不會 其實是王家衛自己都覺得 因為之前已經拍了幾套電文電影 他會被重就的 其實我剛剛想說 因為這個也是我看的特輯裡面說的 其實王家衛開頭是想用一條街 他們原本是包圍了廣東的一條街去做的 他是想主力去講葉問 但是他一邊做的時候 他一邊拜訪不同的門派 他就越來越野心大了 就開始想講整個功夫的世界 於是他的視野擴闊了 就開始講的一些所謂一代中師 就越來越多元化了 多幾個角色了 可能因為之前出了幾套葉問 他就故意想戲軌有點不同 不要被人太接近 如果這樣理解張鎮的線 就更合理一點 因為這套戲裡面 也有講張鎮的背景 以及他來到香港秀徒 他開一個理髮店 但是他收徒底 其實誰也有講他收徒底 葉問是收徒底 張子儀也是門派的東西 就是這樣說世界觀擴大 又不是只講葉問 他講了三個不同的 一個就是暗瓦底 用理髮店來遮蓋 帶他收徒底 一個就是開宗明義 就是葉問收徒底 直接開了李小龍的線 另外一個就是選擇 終生都不再全功夫出去 就是公義 讓Sam說一下 Sam你覺得過不過癮? 如果你作為一個比較少看港產片的觀眾 我不用你是一個年輕人的角度 但是你一個比較少看港產片 或者比較少接觸王家衛電影的觀眾 你一看之前 我常常聽 梁朝偉弄得很厲害 不懂打也變得懂得打 我就覺得應該講延文 然後看一看 為什麼你打得這麼慢 為什麼弄得這麼漂亮 打得很慢? 他有很多慢鏡頭 然後真的看得出 因為他不懂打 他拉那些鏡頭 是幫助他 你覺得鼻重就輕 因為他不是真的打得很好 所以鏡頭幫助他 其實不是 這個點子我要拆開 因為我之前也有接觸 少少詠春 或者其他功夫 我不是說我厲害 我絕對不厲害 我有接觸過 那變了看過一些師傅 一些都挺厲害的師傅 真的去切磋春 我在電影裡面看 所以他才給了我一個驚喜感 就是梁朝偉有板有眼 甚至比起恩子丹的葉敏 更加像詠春 其實梁朝偉真的是學詠春 但恩子丹本身不是詠春出身 而且在功夫方面 我看了葉敏 尤其是葉敏2 他打擂台 他用的詠春 他竟然是跟別人打的距離 但詠春 長處是埋身短打 節奏快 就是攤綁服那些 是很快的節奏 是攻其不備的 所以我就是說 梁朝偉其實不是不懂得打 我覺得他的鏡頭 純粹是因為漂亮 而不是就梁朝偉不懂得打 梁朝偉其實真的打得有板有眼 我覺得 我也看過那些 講詠春的 其實跟葉敏是相差很遠的 因為葉敏是快過夢的 因為葉敏是快過夢的 就是這樣 我以為他會用回 恩子丹那一篇 又還回詠春 然後我看到 張子儀打 八卦將 即是攻加六十四手 那裡我才覺得 為什麼要弄得這麼漂亮 我覺得他們一中招是真的很激烈 真是 真是會死人 但是你看回 恩子丹那些葉敏 打到這樣也不死 你有沒有搞錯 所以我覺得他 整得好像美化了很多 即是 真是一中招 就真的會 有 那是紅金寶式的鏡頭 和圓和平式的鏡頭很不同 其實王家衛電影的特點就是 漂亮 真的很漂亮 說成都戲拍得很漂亮 其實他一直以來的風格 就是做到 無論是攝影 美術上面是做得很漂亮的 恩 即是他很特點來的 這個是他的特點 也是他的風格 恩 但是其實這部戲 我自己看 其實他是講兩項事情 嗯 情同義 恩 嗯 嗯 即是說公義的那個 情感的世界 恩 和葉敏的情感世界 其實應該和張鎮都有的 但是 萊何剪了 看不到我們 另外一個就是 他對 意義 即是說 爸爸被人殺了 要復仇的感覺 其實他藉在一個武林 在廣東省一個小地區的一個武林的 世界裏面 在說這件事 其實都寫得很明顯的 反而我覺得最打動我的 就是說 這部戲其實 名字叫一代宗師 再加上去 名字呢 就沒有了張鎮那條線 就可能叫精神出櫃 OK 熱敏精神出櫃 熱敏和公義的精神出櫃 嗯 其實有一段戲就是 影傳家照 他送現外套給太太 然後叫做拍照 那段戲其實很感人的 嗯 還有一段 就是說 他用了一些真真正正的電影的語言 是沒有對白交代的 現在很多電影或電視劇 都只是注重對白 但是他真的用了鏡台講故事 那段戲就說 兩個人切錯了之後 寫信 嗯 嗯 那段戲其實很感人的 嗯 直到梁朝衛送件衣服給宋偉喬 嗯 其實是完全明白的了 是啊 其實太太知道她出櫃了 嗯 你看到她拍完照的時候 她說 宋偉喬眼紅了 其實完全了解了 其實還沒有寫信那一幕 大家都感到 就是她在那個金流裡面打的時候 有一幕章 自然是被梁朝衛一拼起 在半空中 大家臉貼臉貼臂 其實那一下 已經得到 其實她那個動作設計是 做得很好 有氣在裡面 不單止動作 是看她們第一次交手 就是留了一條伏線 令到她們開始 有一個比較曖昧的關係 她的表達方法很含蓄 嗯 還有其實她要表達 葉問那個出櫃 除了寫信 就是那個三樓 是 其實那個很到位的 是啊 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她是 梁朝衛表現得很含蓄 嗯 雖然我相信 梁朝衛不會 不會不知道自己是喜歡這個人的 但是在這個 表演上她沒有做這件事 嗯 但是你會得到 但是張子儀就是說 真是很 情同報仇 嗯 到底最終選哪一件事 其實 呃 情意兩難處 是啊 她表現得很到的 就是 去到 回到北面的時候 當著那些父老面前 那些人勸她 你都是嫁人啦 不要報仇啦 有一個特寫的 她藉了 她的肌肉 面部的肌肉在抽縮 嗯 其實她是很到的 你看到很多她是很用心 但是唯一一件事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鏡頭角度的問題 你經常都覺得張子儀的眼 咦 她好像沒有眼神 不知道在看誰 好像不知道 就是很模糊 但是梁朝衛覺得很清晰 她真的看著張子儀的感覺 嗯 這個是 那個戲本身的特點 我看這套《一代宗師》的時候 我一開始看 我的心態上 經常都想著 跟殷子丹那套比較 但是看完之後 我就發現 是沒有得比較 因為一套是標榜打 基本上 就從頭到尾打到開巷 還有 其實其他位 說真的 你看完殷子丹那套葉問 我不知道你們 第一個反應記得是什麼 我自己 就記得 我要十個 哈哈 你會記得打的部分 但是看完《一代宗師》 他打的部分 我反而不記得太多 但是 那些鏡頭 或者那些感情線 那些東西 是很不同 其實我覺得 王家衛這一套 其實是一套 沒有打文藝片 他不是純粹一套沒有打片 就是他很多文藝的東西 他氣息在這套戲裡面 而加上他的鏡頭 就是拍得很漂亮 整個我很享受看的那些鏡頭 全部都是很漂亮的 我也覺得公平一點說 我覺得欣子丹也有心機 做葉問這個角色 我不是說他做得不好 我只是說他的感覺不同 他打聲的形象是比較強 於是乎 又的而且確 那些東西是最吸引到觀眾 我覺得 反過來 其實葉問那個形象 因為你看了兩集 欣子丹的葉問 其實你又加上 你打算師傅 反而我第一次看梁朝偉 他塑造葉問這個形象的時候 我有點投入不到 我投入不到 我看 太帥仔了 你令我想起什麼 我記得有人說過 為什麼葉問的樣子 好像很奸 我看的時候 是不是還沒抽離 做色戒 有時候他的樣子 他的嘴角有一點笑 有一點沙塵 但想一下 其實他少年得志 他應該有一點沙塵 但我略嫌他有點奸 開頭看第一次 但其實也對 你聽到 因為他開頭故意說 他40歲之前 都是太公分豬肉 所以他沒窮過 我看完他的特質樂輯 聽了梁朝偉說 黃家衛要他怎樣做葉問 他說 他要加一些李小龍的影子 在葉問 是 這個我也記得 我再看回 李小龍是這樣的 有一點囂張 有一點輕狂 冒氣的感覺 只不過有時候 他的眼神 未必分得好 我真的覺得他有點奸 有一點表情 但不知道是不是 色界太根深太固 還是什麼原因 我看完之後 如果這個是導演的要求 葉問 其實葉問沒有人知道他是怎樣的 除非你做了脫棋的人 甄子丹的葉問是很大路的 一個很大路 大家做出來 一個很正義的英雄形象 應該是這樣的 應該是這樣的 但這次導演 就要梁朝偉加了一些 李小龍的味道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也有趣 我覺得 我再看回 我就會感受多一點 不過我還要多看兩次 才能夠完全接受到 兩次為葉問的數 其實Sam剛才講的 其實他講得很對 如果你看甄子丹的版本 你是純粹一個功夫片的看法 但你看這部 其實是一個愛情片的看法 而且是一個很唯美的愛情片 武俠版的花樣東西 很精神 很精神 還有這部電影 有一件事 怎麼說 他只是借助了一個人物 去美化動作 就等於Sam說 哇 打到這樣也不死 功夫片最大的弱點 哇 打成這樣 死了很久了 還能生氣 但這部電影 我覺得他處理很多場面 一個人打幾十個人 沒錯 真的是一招了 一兩下 真的夠狠 真的做到一個狠的感覺 很多不是 哇 打了十分鐘 還不在打 還什麼時候死 好像等不到他死 大客 我又想聽一下 以一個女性角度 第一代宗師 不用年輕人角度 用女性的角度 你有什麼感受 我會感覺到有愛情片 因為你知道我一向都不喜歡看愛情片 那你覺得自己好看 不是 我覺得好看 因為我很喜歡張子儀 而且她是指於精神上的戀愛 對 又發生不到 就適合你 對 未去到他厭惡頂不順的地方 不像黎明之前看的那部 沒有那些肉麻的東西出現 不是甜蜜蜜那一隻 對 但是OK的 很漂亮 但是我不停在看一些雪 真的假的 那些雪 對 有些很有趣的東西會出現 感覺到很慢 但又很快很緊張 好像很欲感 很欲緊 欲感 很欲緊 你不是說公義和馬三那一段嗎 對 對 張子儀打那一段 我覺得公義和馬三那一段動作場面設計之前 她那個伯仁用刀去片那些人 我都覺得設計是很棒的 因為她不是用血 她是用棉花 但她做到血那種 取代了血 但她的視覺效果是很特別的 那也是一個神來之筆 對 那也是神來之筆 但是說回你雪景那一場 我覺得很有趣 令我感覺到 我很想知道她是怎樣做 除了看電影 除了看電影 看完一部電影 但其實有一個感覺 讓我很想知道 這部電影是怎樣做 她一個人做不到 應該是真雪 其實兩人都有 雪機那些 真的在下人做雪 還有電腦在加工 對 兩人都應該 火車在動 我看她的製作特輯 肯定是加工了 不過除了導演拍得好之外 演員也拍得好 還有看特輯 其實這次除了演員 要花很多時間學功夫之外 其中你們不是說林宇很漂亮嗎 拍出來漂亮 但其實看她們的特輯 很痛苦 梁朝偉是冷到震 出去之前 還要忍住 因為她最好笑的說了一句 導演是不管你的 總之你還沒死你就要拍了 然後她震出去打 硬打完之後 結果咳咳到暈 然後才送了去醫院 原來發現是肺炎 休息了五天才康復 我覺得魚那邊太極端了 極端啊 即是你開頭那一幕 每次有魚那些 是不是只有一次還是兩次 兩場有魚 我覺得太多了 但我發現兩場有魚 是有點不同的 第一場有魚 有一些特寫鏡頭 拍出雨水滴在地上 但純粹下雨 但第二場 雨水戰 張陣那場 你看到它滴在地上 它是有血出的 OK 即是它那個symbolize 它這樣去做 即是很多這些東西 你覺得它太多是多了什麼呢 你覺得它太多了嗎 誇張 誇張 即是第一幕 它一對一那裡 我覺得太多水了 太多水 它是不是故意弄到 我覺得它形象化是這樣做的 我覺得就 其實你應該將 我自己將它跟英雄的第一場戲相比 英雄就是在玩耳境 即是那場戲的耳境 真的做得很漂亮 這一場是玩美感的 即是拳腳之下的美感在哪裡 所以它用了很多很大量的東西 就是雨 三圍的3D 直接向鏡頭去衝 我覺得它這一幕 其實都 我覺得成功 你問我 因為我覺得 例如我第一次 我看這部電影 我看了這部電影 已經定義了 這部電影的動作風格 其實你去得比較極端一些 我覺得已經調整了我去那樣東西 即是調整了我去看一些這樣的動作 我其實覺得它的雨水那一幕 不單止是一個美感 對我來說 我有另一個體會 就是我剛才說了它用兩個不同的雨水滴落地 葉文的雨水滴落地是沒有血的 張鎮的雨水滴落地是充滿血的 而且越滴越多血 我覺得它是 symbolize 著那個人的狠勁 即是那個人的做人處事 葉文就採取是我打下你就行了 總之你起不起來就行了 我不是要殺死你 但是張鎮那一隻就要快肯準 我要盡辦法令到你一擊即倒 甚至是殺了你我也不理 還有一件事 這部電影 我在戲院裡面 在大陸裡面 我看了兩次 那個電影的版本 是比我們看蝶很多的 真的 那你大銀幕是不是 大銀幕 大銀幕 整個感覺是很不同的 跟我第一次買蝶回來看 咦 為什麼這個樣子差了這麼多 因為我第一個感覺 依然是在戲院裡面的感覺 那個美術的感覺 可能你看了電影的版本 阿Sam你會覺得 這個真的是 一個電影 應該在電影院去看 戲院裡面看 才對 但是 在電視裡面看 差了 我想起碼有一半 我也認同 這個我看的時候 我也在幻想 如果我在戲院看 那個震撼程度 會多 加上音響效果 真的漂亮很多 音響效果 的確是 所以如果有機會 去電影節裡面 或者回顧節 應該真的要去看 不知道 電影節會不會考慮 我知道 Toronto有電影節 我知道 這部戲也是今年才上 對 我就是說 你什麼意思 就是今年上 會不會這麼快 就是因為今年上 新鮮滅熱 才會有機會在電影節出 我覺得這部真的值得 入戲院再看一次 值得 這部是整個 這部的異景 和我過往看的很多動作片 的感覺很不同 對 因為我很少看到 那些動作片 是有這麼多文藝意識在裡面 真的好老實 黃家衛東城西獨 都是動作文藝片 但是整體來說 沒有這套那麼漂亮 但是那個是賣風格 那是賣個人的風格 賣導演的風格 但是這部戲 其實它裡面有很多信息 我自己覺得有很多信息 放在裡面 你想想 以廣東一個地方 一個叫武林世界 其實 我想過多十年八年之後 這些東西已經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 不論是權術 門派 他的規矩 例如說梁朝偉 代表廣東省 代表南方 去戰北方 其實那些所謂賀他 那些所謂的手續 其實是一種 當年真的流行這樣的樣子 看看你有沒有資格 真的代表到南方 好像打遊戲 真的這樣的 但是可能過多幾十年 就已經很多人不懂 這個東西不知道 還有我也很欣賞 雖然他拖了很長來拍 但是他的資料搜集 我覺得真的很充足 很厲害 還有看過他們拜訪了百多個武術名師 你要有恆心 要有那份熱誠 你才可以做得到 其實做電影應該是這樣的 因為為什麼呢 影視上都應該是這樣的 但是為什麼我們剛才說 電視劇很多時候 流水作業 流水作業 因為大家不用了 前期收集資料是很重要的 但是通常現在做的電視劇 可以了 找個人來訪問一下可以了 那是不是真的可以呢 其實很多事情你沒有做 那為什麼會變垃圾呢 就是這樣 有時候有些細節的位置 你兼顧不到 因為我看那個特輯 他直接說 他們是想盡辦法 去找一個地方 去把它回復一個舊貌 他們連找一個火車站都很用心 他們做了 research 找也找不到一個合適的火車站 他們找到了 但是不能拍 因為火車站在用 結果他們自己搭了塘警 我覺得 我挺佩服他們的 research的精神 其實影視行業最特點的就是這個 怎麼說呢 很多人會說不要緊 不覺得 我第一次做錄音 就是做上海灘 當時發仔 坐在堅城片上 現在拆了 就是鑽石山火地鐵站 那裏是整條街搭了出來 那些攤檔 全部的東西是可以吃的 賣豆漿 賣油條 鹹酸餅 那些全部都可以吃的 發仔坐在那裏 你知不知我吃TVB的道具大 那時候是很認真的 每一件事都很認真的 甚至我們做副導演的時候 是大地恩情的時候 那些 殺雜殺 講北京路天橋 那些 道具 那些薄餅 真的現場在搞 現在就沒有這些事情了 以前不是的 真的每一件事都請專門的人回來 甚至那時候我們拍過 蘇州壇詞 香港不是很多人認識的 請了他們 那個學會的人 特地走來探討 那這些是必須要做的 但是現在影視圈已經 很多不做這些事情 那其實很浪費 不知道 有時候很多電視劇 你看到他們 連一些道具都懶 我最記得 因為我太太 她平時觀察力都不高 但是她看現在的電視節目 那些電視劇 她說 這幅畫不是在之前那套劇裡用過嗎 就是掛牆的畫 她是用到懶了 但是你認得她的道具 三個都是 那你也認得她的家裡的間隔 也是一樣 對 她用來用去都是那三四個間隔 撿一撿一撿就算了 喝東西都是空 不過說回這部電視劇 公平一點 其實有很多大製作 她都強調自己的製作 認真 搭景 仿真的 但問題就是 你拍出來 都要拍出那個味道 你鏡頭 或者色彩 各方面有那個情懷 就未必人人都做到 一代宗師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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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是手指弓 給很多個讚 我覺得你要有這樣的年紀 才能做得到 對不對 你應該這樣說 年輕人叫阿Sam去做 可能未必拍到一樣的 其實你看相片 真的未必有一個味道 如果只是靠看相片 也未必可以完全 一定要有上一年紀 才能做到那種感覺 有經歷過 其實你去看一些老一些 舊的村 還有很多這些建築 現在有很多圖片的書 所以我們買書 很多時候都買圖片的書 看回當年很多 其實你現在看到美術上面的東西 你在上海 看上海的圖雜 那些畫策 很多是呈現當年的風貌 只不過是更加美化 但是你感覺不到的 那個感覺 感覺到的 只要你去到那個現場 你們看過 噢 這些環境是這樣的 你看回那些照片 噢 當時那些人是這樣的 這兩樣東西就可以加起來 嗯 那你就會想像得到 噢 原來當時的畫面是這樣的 你做到美術的人就會做到 所以 所以 梁慈惠第一次去到見公義的時候 那段是沒有對白的 為什麼突然 咦 梁慈惠坐在公義前面 其實他們全部都是用那些 好像月曆的 那些女士 誰知道有煙 那些煙在那裡飄 就是告訴你 不是照片 嗯 對 他很多 都很多這些半正態的畫面 對 但是你又知道他在做什麼 對 所以我說那個是電影的語言 Visual的語言 就不是用對白去交代 他用得很好 我們又過了 不過Anyway 這部電影說真的 我自己的評價是很高的 看完之後 的確是好看的 不過我覺得 始終 現在的感覺有點遺憾 因為他很多鏡頭拿走了 那我自己就很希望 很期待 遲些如果他出影碟 會出一個完整的版本 我很想看完他整個拍過的東西 一個原汁原味的版本 我很渴望有這件事 你問我 我覺得這部電影最值得說的 除了他在藝術上的成就 各方面成績都是 Above Average之外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以香港 一個以拍功夫電影 出名的地方來講 這部電影在這麼多部 功夫電影裡 都算是別樹一格的 其實很多功夫電影都是差不多的 同意這個 但是他這次在風格上 好像是我自己 可能我比較看得笑 其實我也看很多功夫電影 但是我覺得 真的是眼前一亮的感覺 以前沒看過 有些東西是以前沒看過的 無論是風格 或者動作設計上 但是這次 所以我覺得是值得說 值得拿出來 在這個節目裡面去推介 這個絕對 因為 尤其是加入了王家衛的風格 整個感覺是截然不同的 我覺得 因為其他的功夫片 老實說 大多數都是 直序式的 不會像王家衛的講故事方法 是會跳來跳去 但是跳得來 你會跟得到 我不知道王家衛的其他的 大家能否跟得到 至少這套 你會跟得到 OK 如果你之前跟得到 這套你一定會跟得到 我自己跟得到 我自己會跟得到 完全沒問題 因為其實他很多細節的事情 會做到 譬如 馬三殺了師傅 之後那個鏡頭拍張子儀 坐火車 究竟他在說之前還是之後呢 你留意到張子儀頭上 打了一頂白花 你就知道是摺下去的東西 他這些細節的事情做得很到位 所以我就說 我很欣賞 他會令到你知道 他在說的 是前面的東西 還是後面的東西 所以整套是跟得到的 所以這套戲真的很棒 我很享受那兩個小時 因為我自己在家是看影碟 很多時候我看影碟 是看多一半 我會停留下來 然後去搞其他東西回來 但是這套一代鐘 我是很安靜坐在那裡 看完兩個小時 唯一就是 因為我很多slang 我不明白 如果我作為一個香港人 他有時候 他的對白是設計得很好的 我覺得 但是他的確有很多slang 你不是100%明白 但不會影響你欣賞 你有沒有例子 你記不記得有沒有例子 我沒有看廣東話版 不是廣東話的slang 是國語的slang 是國語的 我久不久都會聽到 不過可能你比較少 接觸一些內地文化 你比較少 還有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 會用這樣的術語 口頭是國的 其實如果你使用一個 純國語版的話 我相信你完全懂得到 這個意思 我現在都懂得到 七八成的 只不過我唯一就是 突然間一句 沒有那種親切感 不過他講那個年代 那個地方的故事 你有空看到內地的綜藝節目 他們其實很多時候都會用那類的說話 你會懂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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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其實他說 趙滿山的角色 是 食煙那些 食煙那些 我知道 那一堆 你把這些 譬如葉敏和趙滿山 後來吃煙 兩師兄弟 為何要從北方走到南方 那兩段戲 其實是一個很北方的 地道的討話 是嗎 你缺乏了背景 你會吃力 但你又會明白 但你不會完全投入到 但我反而 我看國語版的時候 因為我在戲院看 我看國語版的時候 我就覺得 他竟然放南欽 都幾特別 其實很多 不會這樣放 但因為南欽是一個 廣東小調 很特別的一個例子 他放得很好 就變成 綜合了南北兩邊 真的在說門派 都有這些元素 所以我說 他裡面的訊息量很大 其實我們一致的評價 這一套電影 都是一套值得去戲院看的 是一套好的電影 所以如果有機會 大家 進去戲院再看過 是好的 今天時間過了 不過我相信大家都聽得過人的這集 尤其是在Stanley身上 我覺得 獲益良索 要找Stanley上來講電視製作 我真的在想 Stanley 如果你在Vancurva 你有空 我們遲些有空 邀請你上來 我們又聊聊天 聊聊天 又不是訪問 純粹聊天 說以前的有趣事 拍電視 那些有趣事 那我們 這集就過了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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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цвет 嗯 看不見 音樂 是無分各界的共通語言 隨著不同音樂節奏 會牽動你不同的感覺 当你进入音乐小站的时候 请你放松心情 尽情享受音乐 每逢星期二 节目主持梓恩 会在音乐小站节目里 为你准备很丰富的音乐呈现 记得来慢慢品尝 www.oneclicksoeasy.com oneclickradio 只要一准就是这么简单 soeasy www.oneclicksoeasy.com oneclickradio 只要一准就是这么简单 soeasy